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5.2前瞻内容个人总结 卡池的话呢,上半是掐斯卡和林尼 私心陪跑的话呢,有欧洛伦 下半的话呢,是钟离和龙王 除此之外,上半的武器池还有两把新的限定武器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后面的话呢,我挑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 优先书 新主线和话语会的部落任务 这个就不详细说了 然后开放了新地图 还有两种可以交互骑的龙 新地图呢,叫做奥奇卡拿塔 看起来像个废墟啊,有些破败的感觉 然后会有一个类似于花林的跟随物啊 就帮助大家与地图交互探索解谜用的 新出了一个世界boss啊 就是这个杰珠啊 然后在新的活动里边,我们也遇到过了 在两个版本内探索完系地图呢 也是有400元时的奖励啊 然后那塔也是可以钓鱼了 然后就是大活动啊 这个大活动的话呢 是送一把私心的单手剑 然后活动里的三个小游戏呢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 就是类似于赶羊 然后再一个就是打怪 还有一个就是拼图 然后谁说这个活动里面 会有禁忌海的一些消息 然后是一个叫做冒险家试炼的闯关小活动啊 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然后就是一个怪物自走旗的小活动啊 这个与渔网不同的就是多了一些暴死怪 看起来比之前要帅一些 这个呢 是在大世界探索了一个活动啊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地脉仪勇 然后七星召唤也是出了一个 类似于自走旗的一个模式啊 卡片之盾攻击 对我不玩七星召唤 对不好评价 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优化内容 增进居师呢 不用每打完一张 要再退出去一下 再重新翻一次书了 这个终于改了 这么多版本了 终于改掉了 新增了一个资源记录啊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见谁用过你的角色了 这样的话呢 可以给大家增加一些成就感也可以啊 然后优化了角色筛选啊 增加了一些这个怪物弱点的说明 这个也有一些帮助吧 让大家这个通关的时候配对 思路更清晰一些 然后就是针对剩衣物的一些优化 你背包里的剩衣物啊 可以根据你的获取时间来排列了 还更新了一个剩衣物锁定系统啊 我有点没太看明白啊 它好像是优化了这个 剩衣物一键推荐的功能 通过大数据啊 获取了大部分玩家的这一个 剩衣物搭配方案 然后推荐给你 然后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自己这个定制方案 我不知道是不是阴阳师魂域的那种 自定义方案 就是你的背包里几套几个剩衣物 然后搭配成一个方案 然后保存上 然后直接给别的角色应用那种 我感觉不是 然后多了一个剩衣物标记系统啊 然后这个的功能好像是你再刷出来这个剩衣物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标记啊 但是我想说你什么时候能刷出来的时候 直接添加一个废弃按钮了 然后寻宝罗盘也有一些优化 可以找到一些蝎灵 还有限时挑战的一些宝箱了 然后寻宝罗盘和神通共鸣时呢 还会根据你 所在的地区变化 跟着一起变化 这个功能是需要你开启的 还有一些针对圆弧玩家的优化 种子可叠加的这个上限得到了提升 可以直接用洞天的钱币购买木材了 然后王树瑞佑呢 冷却时间也缩短了 再一个就是 比如说烹饪啊 还有合成的一些锅场动画 然后缩短了 接下来呢 是一些联动的内容 首先是和瑞幸的一个联动啊 大家可以去喝咖啡了 可能会出一个新品啊 然后再送一些周边之类的 这个啊 碰我之前稍微有一点离谱了啊 和这个中国移动联动了 然后从图案上看 会送一点原石 还有一些小材料吧 然后就是这个15GB的热门APP 专属流量 这个什么是这个热门APP啊 还得到时候看官方怎么说 然后就是和闪魂一起推出的 这个七圈召唤的桌游啊 我个人觉得的话 收藏一套可以 但是你让我去玩 我觉得够呛 我为什么不直接打开原神呢 然后是11月8日啊 11点这个开启予售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离谱啦 就是这个云原神的 就是从5.2版本开始 你只要是冲了小约卡 你只要每天通过云原神上限了一次 它就会送你 10个小时的云原神时长 但是这个是没法累积的啊 因为它这个云原神的这个 时长上限就是10小时 这个是不能一直 无限累积的 就是最多就是10小时 就我就感觉原神对这个玩家的这个 日活啊 是有这个KPI的啊 OK啊 这大概就是5.2前瞻的一些内容啦 然后一些小东西啊 我没有讲 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 上限了之后 大家自己看一下公告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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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